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秋天的可内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据为世界上最浪漫的旅游目的地 约同社驻曼谷记者报道 8月25号和26号亮天 亚太金合组织第十二届医疗卫生与经济高级别会议 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 越南卫生部副部长杜春轩 率领越南代表团出席会议 会议集中讨论对合作伙伴开放 与世界连接和卫生和经济平衡三大议题 再题为投资全球医疗卫生安全 为今后的大流行做更好的准备的圆桌会议上 越南卫生部副部长杜春轩发表演讲 分享了越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 近三年来 西冠肺炎疫情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经济和卫生 造成前所未有的严重影响 然而越南仍取得许多重要成就 保持正增长 杜春轩表示 越南国会和政府出台了确保医疗卫生安全和社会保障的决议 其中包括防控疫情的紧急解决方案 并投资于经济复苏和发展计划 坚持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保健提制增效两手抓 8月26号 越南公安部在河内举行了 越检老三国公安力量 有意与合作的烙印展览会开幕式 展会上展示300张图片 500多个典型的食物 资料和印刷品等 该展会让三国公安力量干部 战士和人民 特别是年轻一代更深入地了解 三国公安力量友好合作关系的意义和价值 从而为巩固 培育可促进三国党 国家 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好 且可持续的关系 做出应有的贡献 按计划 越检老三国公安力量 有意与合作的烙印展览会 将持续到2002年9月11号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刚发布的 《关于加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力度》 的第755号空函指出 目前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预测继续严峻复杂 难以预料 并出现许多新变异株 因此要加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力度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基本得到控制 经济和社会活动已恢复正常 然而最近新增确诊病例 住院病例和重症病例呈现增加趋势 许多地方出现新变异株 越南已迅速提高疫苗覆盖率 但部分地方接种精度仍然缓慢 为继续可持续保护与维持防疫成效 为经济社会的复苏和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政府总理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导委员会 各省市部委 按其职能和任务 指导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按卫生部的引导 尽快完成各年零阶段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卫生部要加强检查工作 更吸引新变异株的信息 关注世界疫情形势演变 加强信息交流 借鉴国际经验 主动制定符合疫情演变的应对措施等 越南公贸部贸易促进局 和老物公贸部贸易促进局 8月25号到19号 在老物首度幻象联合举行 2022年月老贸易展览会 来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2022年月老贸易展览会 是两国公贸部每年在弯象举办的 规模最大的贸易促进活动 旨在推动两国的贸易出口 将越南商品带入老沃和泰国东北部市场 为两国企业宣传推广 其优势产品及开展交流 合资 促进技术转让等活动提供平台 今年展览会吸引两国数百家企业参展 共事展位250个 其中越南参展企业80家 共事展位120个 主要展示药品 医疗设备 农林鱼产品和加工食品 放置品服装 手工艺品 室内服饰 消费品等 展会期间还举行了月老企业之间的商品和贸易往来活动 先上和先下贸易对接会 以及文艺表演 文化交流等活动 越东社驻意大利记者报道 202年第11届立地国际辣椒及调料展览会 于8月24到28号在意大利中部立地设计行 汇聚世界各地的160多个展位和450种辣椒参展 越南调料具有独特的风味和品质 不同于世界同类产品 越南的目标是尊重清洁和有机生产流程 确保生态环境并符合欧洲标准 越南驻意大利大使杨海信表示 农产品是越南出口的主打产品 2022年前7个月 出口额达近323亿美元 同比增长12.2% 参加展会期间 越南被评为世界中药的调料供应国 越南展位向国际友人推介胡椒 茶叶 咖啡 木耳 香菇 凉告浆等越南农产品 越南和其他国家参加意大利略地国际辣椒及调料展览会 有助于丰富展示的产品 我想会有更多游客来品尝越南的美食 和体验你们国家的文化 作为调料生产和出口的领先国家 由于大力投资 越南丰富多样的产品 在生产到收货 加工 包装保险等方面的质量日益提高 疫情期间被推荐用于限制人员相互接触的 无限金支付方式 至今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习惯 由于不断应用科技 电子银行的使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消费活动 都变得越来越方便 在有汪超市的无限金快速结账巨台 据记者观察 无限金支付对于消费者来说 是一种极为边界的体验 自从使用银行以来 我就有了刷卡支付的器官 我觉得不用带先进更放心 有时我没有现金 所以用卡很方便 再说如果要支付的金额比较少的话 刷卡就会更准确 无限金支付不仅方便了个人客户 也为且带来了显著的利益 为售银员节省时间 现在很多客户都使用银行卡和电子钱包付款 这样的话 第一个好处是付款过程更快 第二是客户将享受来自银行和电子钱包的许多优惠 第三是在疫情期间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如果不使用现金 客户可以刷卡或扫二维码 这样付款更便捷 更方便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 现在很多越南消费者已经不再用现金 然而形成了使用ATM卡 信用卡等便利支付方式的习惯 甚至通过二维码 在数字银行应用程序上 尽松完成所有交易和致富 据平福省农业与农村发展厅 目前该省已经准备1500公顷榴莲种植面积 以及33个榴莲加工厂 为满足对中国市场出口榴莲的需求 做好准备 目前平福省已对15个榴莲种植区 和一家舒华冷冻榴莲加工厂进行规划 以为对垮出口榴莲做好准备工作 其后该省将继续进行实地考察 评价每个合作小组 合作社的榴莲种植情况和生产能力 以让平福榴莲果早日出口到中国市场 以及其他客客市场 平福省的红土壤比较适合种植榴莲 土壤中混有大量输黄成分 让地方的榴莲既更做时间短 质量又好 目前该省榴莲种植面积达3000公顷 今后该省计划将其扩大为 8000到1万公顷 最近平福省正开展 2021-2025年阶段 榴莲受割扣保管与加工系统发展提案 以提高产品的质量 中秋节即将到来 来到胡志明市最大的传统灯笼生产基地的富平村 气氛十分热闹和忙碌 工家们正在抓紧时间快码加鞭完成彩灯订单 为市场提供最漂亮的产品 服务孩子们的需求 胡志明市第十一军 阮增市先生家庭 有50多年从事灯笼制作业 经过几代相传 他家仍然保留着组业 这些日子 他和家人为了赶上中秋节灯笼顶单 而忙得团团转 从年初我们已经买竹子了 并将其剔开 先把小零件扎起来 等到中秋节再组装和出售 每天一个人可以制作70到80件 制作传统的中秀灯笼 从选材 辟竹子到制胶 定型 贴纸 化妆室等各工序 都要特别细心 才能做出金宝剔透 五颜六色 让小孩迷上的灯笼 以前传统的灯笼款式有限 只做鲤鱼和蝴蝶等形状的灯笼 后来根据孩子们的兴趣 我们做了更多款式 有了哆啦A梦 猫和老鼠灯笼等等 鲤鱼 蝴蝶 飞机等糟型迥异 五颜六色的中秋灯笼 已经走上街头迎接中秋假节 除了具有现代气息的中秋灯笼外 传统中秋灯笼仍然请许多顾客购买 中秋节快到了 所以我也买了一些家具壮饰品 家里有小孩嘛 我还是喜欢用光面纸制制作的手工艺品 如猩猩灯笼 传统的中秋灯笼 已经与历代越南人童年的美好回忆细细相连 无论在哪个时代 良好的文化价值始终被保留下来 每到中秋节 五角星灯 鲤鱼 玉兔等五颜六色的灯笼 又闪亮起来 各位观众 近日在河内市举行的第二届京北艺术画展 汇聚了家乡在北宁省的九名画家的特色作品 展现出各画家们独特的绘画风格 这九名画家都是北宁人 正在北宁和河内生活 本届画展突出展现每一位画家的独特艺术风格 给参观者丰富的视觉享受 他们的作品涵盖了许多主题 从自然景观 花鸟到生活方方面面 体现了画家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 此外 通过抽象艺术 参观者可以感受到画家的艺术观和他们的心思 本届画展为各位画家和北宁省内外艺术爱好者 进行交流 分享绘画经验等方面提供人好平台 此前第一届京北艺术画展于2020年举行 近日美国著名的右线电视新闻网 将河内誉为近年世界上最浪漫的举办的 2022年美食文化节日前举行 旨在推崇越南全国各地的图特产 来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该活动意在推广越南美食 传统手工艺村 民建文化艺术 为国内外人民和游客欣赏美食和体验越南文化创造空间 在新常态下 助力策技效费和促进胡志明市旅游复苏 系工旅游集团在胡志明市和越南各地的酒店 度假区 四到五星级餐厅等30个成员单位 在活动上展示了300道特色材料和饮料 该文化节充满节庆气氛和越南北中南三部的文化特色 再现了手工艺村 民建游戏和传统艺术表演 活动期间 著名厨师和美食家将同参观者交流 举行鸡尾酒会 泳池派对 合奔鸡尾酒演示等 我们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